美國樂壇麻煩天王Chris Brown 日前被菲律賓以欺詐罪禁止出境 扣留了三天後 他一獲式立刻飛到澳門出席新豪天地Club Kubrick的Party活動 完成凌晨演出後他又延伸香港 真是等都未坐熱已經九秒九殺入時裝店大手入貨 在店鋪濕瓶濕濕了三個小時 工作人員先搬了二十個大紙袋和四大紙箱戰利品上車 買到差不多買完人家店鋪的Chris心情美麗包鏡 在店鋪裡吹水吹了二十分鐘左右才走出時裝店 見到有粉絲在等自己 他還nice到爆地和粉絲玩自拍 更加表情多多粉絲當然happy